美方在韩部署萨德系统 明显损害中国的战略安全利益 中方已多次向韩方表明关切 韩国政府正式对外做出 三不一线的政策宣示 中方重视韩国政府的这一立场 基于双方的谅解 中韩双方阶段性稳妥处理了萨德问题 在此次中韩外长会晤当中 双方就萨德问题 又深入交换了意见 阐明了各自立场 增进了相互了解 双方同意 重视对方的合理关切 继续审慎处理和管控好这一问题 不使其成为影响两国关系 健康稳定发展的绊脚石